高弟兄 宋弟兄 那我先提个问题 你们见证 主耶稣已经回来了 就是全能神 还发表很多真理 正在做漠视审判工作 是这样吗 是 我认为 这不可能 我们一直认为 神的说话做工 都记载在圣经里 对 在圣经以外 不会再有神的说话做工 对 我们的观点是 信主绝不能偏离圣经 只要持守圣经 保证就能进天国 阿们 我们这样领受 难道有什么不对吗 请你们交通交通 刘长老说得对 神的说话做工 都记载在圣经里 阿们 神不可能在圣经以外 再说话做工了 圣经里 神的救恩已经全备 圣经就代表主 阿们 阿们 我们信主 就是根据圣经 是 离开圣经 就是否认主 背叛主 阿们 难道 你们不承认这是事实吗 就是 对 神的说话做工 都在圣经里 就是 不管到任何时候 我们都要高举圣经 维护圣经 阿们 这还能有错 就是 我们信主 有圣经就足够了 阿们 弟兄姊妹 刚才你们说 神的说话做工 都在圣经里 圣经里 神的救恩 已经全备 圣经以外 再没有神的说话做工了 整个宗教界 也都这样认为 好像 没有人能看透 这个观点 到底对 还是不对 以往 我们都是根据圣经 来看待一切的问题 那么请问 宗教界的这个观点 符合圣经吗 符合神的话吗 在圣经里 主耶稣从来没有说过 这样的话 圣灵呢 也从来没有说过 这样的话 那么这种观点 到底是根据什么 产生的呢 是啊 到底是根据什么 那你说说 这个观点 到底根据啥产生的 对 你说说 嗯 其实啊 这个问题应该不难分别 可也肯定地说 宗教界的这个观点 完全是出于人的观念想象 对 人的观念想象 对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都知道 圣经新旧约全书 仅是神两部做工的记载 就神在律法时代 与恩典时代的 所有说话做工 你们敢说 都记载在圣经里了吗 你们敢说 律法时代 所有先知传达的神话 与恩典时代 主耶稣的全部说话 都记载在圣经里了吗 其实啊 你们心里都明白 主耶稣的说话 还有很多 没有记载的圣经里 圣经里所记载的 主耶稣的话 那只是冰山一角啊 就是律法时代 还有一些先知书 也没有记载的圣经里 这是公认的事实 那你们怎么能说 神的说话做工 都记载在圣经里了呢 你们这样说 不是违背事实了吗 那你们不就成了 说谎话的人了吗 主耶稣多次预言 他必再来 难道主耶稣再来 所说的话 能提前记载在圣经里吗 这么可能 是 这是不可能的 在这里啊 咱们应该清楚 圣经里所记载的 都是神以往做过的工作 当旧约圣经 出现了多少年以后 主耶稣来了 做了恩典时代的救赎工作 这对吧 是 那你们说 主耶稣的说话做工 能自动跑到圣经里去吗 没有可能 是啊 这是不可能的 神的做工说话 必须得由人编辑 才能成为圣经啊 阿们 是的 末世 全能神来了 做了审判从神家 起手的工作 发表了捷径 拯救人类的一切真理 那这些真理 能自动跑到圣经里去吗 那可能 现在啊 全能神教会 把全能神 所发表的一切真理 都编辑在了 国度时代的圣经里 就是 话在肉身显现 这本国度时代的圣经啊 完全是神的发表 没有一点人的话 阿们 可以说 话在肉身显现 才是神 漠视赐给人类的 永远的生命之道 阿们 阿们 感谢神 这些赐给我们保密 所以说 神的说话做工 都记载在圣经里 在圣经以外 再也没有神的 说话做工 这个观点 是错误的 荒唐的 完全是出于 人的观念想象 阿们 大伙说 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这么交通对啊 完全符合事实 这让我想起了 约翰福音里说 耶稣所行的事 还有许多 若是一一地 都写出来 我想 所写的书 就是世界 也容不下的 是 这节经文中明明说 主耶稣的说话 并没有完全记载在圣经中 圣经里所记载的 只是很有限的一部分 是 那咱们怎么能说 神的说话做工 都记载在圣经里了呢 就是 你说 这不是瞪着眼睛说下话吗 可不是咋的 不是吗 这样看来 不是常罗说的 圣经以外 没有神的说话 这根本不成立啊 是啊 咱们呢 再读几段 全能神的话 就更明白了 好 翻到 九百八十四页 全能神说 圣经所记载的 都是有限的那些东西 并不能代表 神的全部做工 四福音一共还没有一百章 神的咒诅无花果树 彼得三次不认主 耶稣定十字架复活以后 向众门徒显现 论进食 论祷告 论修期 耶稣的出生 耶稣的家谱 耶稣设立门徒 无非就记载这些 有数的东西 人就把这些当宝贝 还与今天的工作对抗 而且还认为 耶稣一生下来 做的工作就这么多 好像神就能做这些工作 再也没有工作 这不属于谬吗 再翻到 一千二百七十四页 我来读吧 好 耶稣当时只说 在恩典时代 门徒该怎么实行 该怎么聚会 怎样祷告祈求 怎样对待人 等等一系列 在恩典时代的道 他做的是 恩典时代的工作 他只论到 当时门徒 当怎么实行 当时跟随 当时跟随他的人 该怎么实行 他当时只做 恩典时代的工作 并不做 末世的工作 神做每一个时代的工作 都是相当有界限的 他只做本时代的工作 并不提前做下一步的工作 这样才能突出 他在每一个时代的代表性的做工 耶稣当时只说了 末世有什么预兆 只说当时怎么忍耐 怎么得救 该怎么悔改 认罪 背十字架 受苦 并没有说 末世的人 该怎么进入 怎么追求 能满足神的心意 这样 你若在圣经里 找神末世的做工 不就是谬望吗 你只捧着圣经 能看出什么东西来 无论是解经家 讲道家 谁能预先 把今天的工作看透 你要看律法时代的工作 看以色列民 怎么遵行耶和华的道 你就得看旧约圣经 你要了解恩典时代的工作 就看新约圣经 那对末世做的工作 你怎么看呢 就得接受今天神的代理 进入今天的做工里了 因为这是新的工作 在圣经里 还没有人提前记载出来 今天的工作 是前人未走过的路 也是无人看见的道 是从来没做过的工作 也就是神在地上的最新的工作 谁能提早将今天的工作 一点一滴 都不缺少地记录下来呢 谁能将打破常规的 将这更大 更智慧的工作 记在这部老得发了霉的书里呢 现实的工作不是历史 所以你要走今天的新路 你就得从圣经里走出来 超越圣经记载的预言书 或历史书的范围 这样才能将新的路走好 才能进入新的境界里 新的做工里 阿们 感谢 全能神说的话 完全符合事实啊 圣经里记载的 都是神在律法时代 和恩典时代的说话做工 对 神默示的说话做工 不可能提前记载的圣经里 对 咱们以前 把神的说话做工 都定归在圣经里 这的确不符合 神做工的事实啊 是 确实 是啊 咱们信主只失守圣经 却不寻求考察 神的末世做工 不接受主耶稣的再来 肯定被淘汰啊 就是 这正应验了主耶稣的话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 是啊 主来了还不应激啊 这不就是背叛主吗 我们持守圣经 持守主的名 这怎么能是背叛主呢 我不赞成你们的观点 牧师长老给我们讲过多少遍了 人信主到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圣经 人只有持守圣经才能背提进天国 阿们 难道这还能有错吗 对 牧师长老说的肯定不会错 你怎么老听牧师长老的话 胡子美 你说 只要持守圣经 保证就能进天国 那我问你 你说这话 有圣经根据吗 主耶稣说过这话吗 圣灵说过这话吗 那你说这话 到底是根据什么说的呢 这话本身就有严重的问题 圣经是人编辑的 那并不是神编辑的呀 人编辑的肯定漏洞很多 难免会有偏差 因为人都没有经过神的拯救成全 都不具备真理 对于什么是出于神的 什么是出于人的 人都不会分辨 对 尤其是对人所写的经历见证 有什么偏差 人也看不透 是 另外啊 人不具备真理 没有分辨 还容易凭着人的观念想象 来选择人所喜好的 是 把出于神的 但不合乎人观念的 就给删掉淘汰了 这样更容易犯错误 所以 人编辑圣经 难免会出现错误啊 人信神 如果只持守圣经 怎么能保证 蒙拯救济天国呢 大家说 是不是啊 是 的确是这样啊 主耶稣从来没有说过 人只要持守圣经 就能被提进天国 提到进天国呀 主耶稣明明地说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去 主耶稣的话说得很明白 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天国 如果有人执意认为 持守圣经就能进天国 那么请问 持守圣经 能代表你遵行天父旨意吗 圣经能代替圣灵做工吗 没有圣灵做工 人光持守圣经 就能达到蒙拯救吗 人光读圣经 人的败坏性情 就能得到洁净吗 人的生命性情 就能得到变化吗 人光明白圣经的知识 就能代表人认识神吗 大家都知道 法利塞人都明白 圣经知识 为什么却把主耶稣 钉在十字架上了呢 主耶稣来了 为什么咒诅了那些 善于讲解圣经的 法利塞人呢 持守圣经 代表你认识主的声音了吗 代表你被提到 神宝座前了吗 代表你跟随羔羊 赴言席了吗 你们能把这些问题 说清楚吗 主耶稣说 你们查考圣经 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 给我做见证的 就是这经 然而 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 阿们 你用圣经来代替主 用圣经来代替主 再来的说话做工 那你这是不是背叛主啊 你到底是圣经的奴仆 还是主的奴仆 那你到底是侍奉圣经 还是侍奉主啊 你们对圣经与主的关系 都看不透 那你怎么能是认识主的人呢 就是啊 你崇拜圣经 迷信圣经 以为圣经中有永生 却不知道顺服主 敬拜主 这不是法利塞人 所走的道路吗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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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利塞人 就是指崇拜圣经 而不要主 还把主定在了十字架上 是啊 结果遭到了主的咒诅 这是事实 谁也否认不了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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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你们说 持守圣经就能进天国 这是不是太荒唐了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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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信主多年 做了牧师 长老 还能说出这么荒唐的话来 那你们 跟假冒为善的法利塞人 又有什么区别呢 是啊 你们信主多年 难道连这个问题 都看不透吗 是啊 人信主多年啊 应该明白主的心意 主末世再来 就是提接圣徒进天国 阿们 至于主到底怎么 接圣徒进天国 人谁都看不透 是啊 是啊 不过主耶稣说了 聪明童女 听见新郎的声音 就是与主 一同复言习了 阿们 这就足以证明啊 主末世再来时 能听见主的声音 与主一同复言习的人 就是被提进天国的人 阿们 凡是能听见主声音的人 才是最有福的人 阿们 感谢神 咱们就是太有福了 是啊 听见神末世的做口 是啊 那咱们大家再想想 熟读圣经 能代表人会听主的声音吗 这个不代表 不代表 熟读圣经 能代表人认识主的声音吗 不代表 也不能 对 法利塞人熟读圣经 还常常给人讲解圣经 却把主耶稣 钉在十字架上了 这是什么问题 可见哪 只有喜爱真理 会听神声音的人 才能迎接到主 阿们 从主那里得到生命 这才是真正被提 进天国的人 阿们 感谢 感谢 的确是这样 以往 我们太迷信 牧师长老的话 把神的做工 神的显现 都定归在圣经里 认为 只有此首圣经 就能被提进天国 德永生 从来就不知道 寻求考察真道 也不知道 怎么寻找听见 圣灵像众教会的声话 说得对呀 这咋能看见神的显现呢 就是啊 最可怜的是 我还能随从牧师长老 定罪 抵挡全能神的牧师做工 不知不觉 随从牧师长老 走上了法利塞人 与神为疾的道路啊 可不是 是啊 我们真是太瞎眼 太无知了 是 听了两位弟兄的交通啊 我才明白了 信神 必须得跟上神做工的教宗 才能得到神全辈的救恩 对 如果信主 只持守圣经 不接受神默示的做工 那肯定会被神撇弃 被神淘汰 说得没错 咋能达到德捷径 蒙拯救进天国呢 那不就是 以前呢 咱们在宗教里信主 听牧师长老 讲解圣经这么多年了 可啥真理也没得着啊 就是啊 还以为神的说话做工 都在圣经里 持守圣经 就能被提进天国 所以 就一直拒绝 接受神默示的做工 现在想想了 真是好险 没被神撇弃淘汰啊 没被神到 字幕提供